近日正在海拔4300米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7集团军牟旅 紧贴战场实际 利用多型爆破器材 多种破障手段 组织所属工兵分队开展实打实报综合作业训练 分队指挥员下达指令后 破障小组迅速前出 利用多型爆破器材 对通路上的多个攻势 采取人工与机械箱结合的爆破方式 扫清了装甲突击群前行的障碍 与此同时 履带式综合扫雷车也前出占领发射阵地 发射火箭爆破器 对前方雷厂等综合障碍进行破除 据了解 此次综合作业训练 这个分队设置反坦克三角锥 铁丝网 拦阻墙 混合雷厂等多种典型障碍 工兵分队需要灵活运用所属制式爆破器材 对不同类型障碍采取不同爆破手段的方式 进行精准爆破 我们通过开展施打时报综合作业的方式 不仅检验了官兵对多型知识爆破装备使用的能力 同时还对时报作业的编组进行了优化 很大程度地提升了我们工兵分队的时报作业水平 我们的工兵分队